每日讲古前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五行大步 五行大步是北周的五帝 宇文英在间隔三年所铸造 北周时期佛教和道教都很盛行 而且佛教非常的多,遍布了全国 他霸占土地,不拿税 国家和老百姓还要供奉他们 所以这对国家的负担很重 于是到了建德三年 五帝宇文英就下令罢除佛教 拆毁庙宇,毁了同佛像 那就铸造前臂,就铸造了五行大步 意思是他要罢佛,罢了佛教 和道教的是不敌事 那五行道教就讲究阴阳五行 所以他就铸造了五行大步 五行大步的面文是传书 而且铸造的非常精良 按于布拳和五珠并行 但一个五行大步顶十个五珠或者布拳 先期铸造的直径都在二十七以上 而且非常的精美,又厚又大 中期的在二十五六 那道末期啊,最小的直径有二十一二 根据品项和直径不同 这五行大步的市场价,一般在几百米到两三k,先期铸造的直径在二十七以上都得一k以上 好 好